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 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六千米的巨大冰原 冬季气温更低至零下四十度 极度缺氧 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 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再次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四万多条冰川 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 普若港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 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 远远望去 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窄于群山之上 它顶部平缓 总面积四百二十三平方千米 边缘放射出五十多条巨龙般的冰蛇 末端可直达海拔五千三百五十米处 冬季 十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 不过就在冰蛇末端的历史中 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 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 电状点滴煤 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城 它生命力极强 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 紧紧贴附在历史上 枝叶虽已枯黄 低矮而致密的结构 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 初冬时刻 电状点滴煤 更成了藏灵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 不过 随着酷寒家具 成群的藏灵羊不得不选择离开 前往海拔更低的山谷 一头尖高将近两米的野牦牛 也在风雪中抓紧铁食浩草 更神奇的是 近年来 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 他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 也变得越来越长 与藏灵羊一样 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 不过这头公牛 却被族群赶了出来 此时遭受这样的禁欲 极为危险 冰原下 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度 超过五千米的海拔 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 落单的野牦牛 不得不试着 在冰原下独自过冬 很少有动物 能够独自忍受 普洛港日的严冬 这里的年均气温 还不到零下三摄氏度 有半年时间 都笼罩在寒冬里 冰原上 风速可高达每小时 一百五十千米 就连周边的气温 都会被拉低至零下四十度 甚至更低 巨大的冰原 高冷 肃木 不容忽视 不久之后 就在冰冻的河谷中 落单的野牦牛 陷入了绝境 失去同伴的他 仅仅一个月 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 甚至 已无力其身 在冰原西侧 一处热泉格外醒悟 在浦若港日周边 共有四个林业保护站 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 因为热泉河的存在 可以常年驻流 这里也成了浦若港日守护者们 唯一的一个冬季主流地 清晨 弥漫的热气 还会在岸边 洒下一片片冰花 它们以苔藓为根 凝结 生长 叠加 洁白而脆弱 成片的矮蒿草 也被冰霜包了起来 冰原的四周 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 它们不仅是月东动物的重要水源 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 从高空俯瞰 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 连绵起伏 完整而巨大 狂风过后 所有的落雪 都被吹到了沟壑里 宽度超过八百米的冰蛇 裸露着 向下蔓延 势不可挡 在西南桥 一座黑色的山峰 赫人耸立 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 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 在另一侧 向下延伸的冰蛇 渐渐破碎 断裂 一座座冰山 一道道冰墙 物资出力 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 数百万年的时空 都被叠压浓缩于此 一眼千年 已不足形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冰川末端 巨大的断面 动辄高达百米 纹里清晰的冰墙 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 在冰川末端 在冰川末端 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 就暗藏其中 这里距长江源 还不到二百千米 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 直到一九九九年 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 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 在这里 每走一步 都意味着刷新认知 一九九九年九月 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 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 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 平均海拔超过六千米 中部 东部和南部 各有一个平坦区 冰原总面积高达四百二十三平方千米 实地测量时 冰原的厚度 竟超过了测后仪的极限值 他们由此估计 冰原的最厚处应在四百米以上 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 也有脆弱的另一面 夏季正午时分 当气温升到零度以上 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 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 此刻 流石滩上的电状点滴煤已迅速换上新装 以朵朵小花钻出枝头 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 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 而点滴煤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一厘米 生长机会稍纵即逝 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五十年 在浦若港日寒冬长达九个月 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 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 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 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 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 这里的点滴煤花期之后 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 把银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 争先恐后 心无旁 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 很快就会揭晓 浦若港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 而且天气说变就变 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 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 湿气迅速化作降雨 冰雹从天而降 贬地煤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 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 汉塔又被称为税兽 一年终有八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 此刻它似乎还在犹豫 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 在同伴的鼓励下 它终于冲了出去 看来示范和鼓励 真是缺一不可 高耸的普洛港日大冰原 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 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 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 向下慢入河道 并在冰原西侧 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 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 令歌错就是它的终点 1999年刚被发现时 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 如今因降雨量和溶水增多 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 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狂场 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间 撤离普洛港制的公陵羊 纷纷结队返回 野猫牛也在这时 成群结队返回家园 这是护林园们最忙碌的季节 经过多年的职守和观察 他们发现 近年来 藏羚羊和野猫牛的数量 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 也越来越多 就在附近的山谷 结束冬眠的棕熊 也带着孩子出来了 三个家族 有大有小 至少十只棕熊 他们的突然现身 仿佛让整个山谷 都变成了熊乐园 属兔 体型娇小 身材浑圆 夏天 只要天气允许 就会全家出动 到草地上觅食玩耍 饥饿的棕熊兄弟 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 他的运气太糟 近在咫尺的美味 居然给溜了 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 内部洞道相互联通 还常常深入地下五十多厘米 直达涌动层 不过 再大的难题 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 这一次 他化身挖掘机 奋力挖掘 终于得偿所愿 浦若港日的神奇不止于此 在冰原的西侧 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 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 在流沙河的东侧 巨大的新月形沙丘 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 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 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 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 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 沙丘所处的开阔地 其实就是冰川溶水 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 九月 随着天气转冷变干 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 这是夏天过后 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 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 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 中午时分 风力逐渐变大 一层层细沙 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 贴着地表急速飞流 他们从低处的令歌错 静直朝着冰原飘逸而去 在湖泊与冰原间 形成一到四百平方千米的巨大沙岭 夏季被容雪冲到湖畔的泥沙 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 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 进入十月 气温迅速下降 令歌错再次冻结 湖若港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 海拔六千四百八十二米的主风 散发出逼人的寒气 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 渡过了短暂夏季 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 他们将相继翻山越岭 前往更低的地方 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威胁 三月 三月 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 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跟沙漠的样貌 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 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 原地封印尽 tide 第二 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被海溺过 三月 十月 十月 五十月 七十月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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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 它的西面 北面和南面 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 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西 天山 它全长2500千米 平均海拔4千米 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 都给截住了 天山以南一千多千米 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 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 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 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 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 在它们的阻隔下 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 三十三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 就在这里连绵不断韧性生长 进入三月 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 风沙季开始了 沙尘被卷起 移动 行程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 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 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 赋予了沙海 喜怒无常的个性 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 每一次的遇见 都注定无比新奇 但是 就在沙漠的最深处 却仍有居民常住 泥沙沉寂而成的沙岩上 散布着风化的孔洞 洞穴的主人 新疆岩溪 体长近十五厘米 浑身覆满林甲 沙岩雕士的堡垒 不仅可以藏身 还有高速通道 可自由通行 青岩丁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 只有河田河足够强大 成功纵冠大漠 来到这里 静心观察 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当太阳升起 气温就会迅速回升 在烈日的炙烤下 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 躲在树荫下的芫茜 不得不张开大阻努力保持清醒 烈日下 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 机会来了 饱餐之后 守株待兔的芫茜 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 从三月起 这里有近六个月时间 都会被阳沙和浮沉所笼罩 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 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 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 学名叫白尾地鸭 全球只有四种地鸭 都生活在中亚 而白尾地鸭 则是塔克拉玛甘沙漠的特有物种 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雨色 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力 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 它的巢穴就藏在树叉里 非常隐蔽 反复确认后 它们终于见面了 这是它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 它们需要轮流担负起密食的责任 给复旦的爱人喂食 虽然已经入春 但在沙漠腹地 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 每当风沙暂停 白尾地鸭还会抓紧时间 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杀鱼 紧接着 就是最终极的考验 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 为家人变出美食 它好像有了收获 此刻 它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 它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 而且还不止一直 每当夕阳西下 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 非常冷 不过 它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 动物毛发扑旧 很厚很暖和 即便气温跌至冰点 也很难被冻伤 进入五月 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 历经长途跋涉 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 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 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 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 飘入沙漠形成降雨 在沙海中 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 犹如彩断 华美而壮丽 在年均降雨不足一百毫米的塔克拉玛干 这样的红色沙漠 非常罕见 在沙漠腹地 百尾地鸭的雏鸟 已基本长成 这是他们离开鸟巢 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 在父母的呼唤下 一只小地鸭 勇敢地踏出了鸟巢 这是三只小鸟中 胆子最大的一个 紧接着 百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 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 这是他们体格最弱 胆子最小的孩子 小地鸭还在犹豫 爸爸再次做出示范 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 小地鸭终于挣扎着 钻出了树叉 未来的路还很长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 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 还得学会 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 神奇魔法 在沙漠腹地 横跟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 它红白相间 北面泛着白光的 是白云岩 南面的主体 则是由耀眼的鹤红沙岩构成 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唯一的山脉 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 从大漠的最西端 静直向东 横穿沙漠 绵延九十多千米 独自担起了 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 最后 与发源于昆仑山的河田河 垂直相接 戛然而止 它的存在 不仅起到阻挡流沙 向南推进的作用 还为沿岸绿洲 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 河田河 就在它的保护下 继续向北 纵贯大漠 汇入大漠北部的 塔里木耗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 原始胡杨林 就坐落在 长河的沿岸 每年十月 这座面积高达 一千三百二十平方千米的森林 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庄 迎着大漠 现出最绚烂的秋色 每到这时 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 这是他们在沙漠边缘最重要的一处驿站 河畔的胡杨林里 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路 塔里木马路 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路 广袤的胡杨林 就是他们最好的藏身处 公路的身高可达两米 常常独来独往 特立独行 未成年的小鹿 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 在森林中四处游走 嬉戏 这一天 鹿群不经意间 闯进了一片新渠 赤湖才是这里的主人 这是他的领地 马路的个头太大 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 强烈的领地意识 通常都会驱使主人 对入侵者 做出激烈回应 经过慎重评估 赤湖行动了 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 就有可能把马路吓跑 他避开鹿群的目光 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 竟悄然化解 冬天就要到了 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 行动开始 卢磁 灰鹤 还有红艳 陆续出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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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沙》才是永恒的主角 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 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 就在大漠的东南端 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 一栋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 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 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 特别是深秋 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冲击 有些南迁的候鸟 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 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 为照顾同伴 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 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路的彻尔城河 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诗地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 一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 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 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 最耐寒的生命 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 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 在这里 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 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 中国面积最大的韩温带三林 就生长在这片 连年起伏的群山中 树干笔直 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 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桥木 九月 除暑节气刚过去不久 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 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 巡洞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 这里也是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 厄温客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 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 接下来的整个冬天 陆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渡过无人看管的寒冬 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 就是他们越冬的主粮 它的枝叉由真菌和枣类共生而成 一年只能长三到五毫米 巡洞总能快速找到石蕊 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 休息时 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除 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 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 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雨 亦为极寒之处 九月中旬 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 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 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八个月的冬天 做好准备 在大兴安岭西侧 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 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 这是中国第五大湖 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 南北长93千米 最大宽度41千米 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 大了整整两倍还多 入秋后 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 停留中转 呼伦湖是游鼻天鹅 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 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 已经五个月大 他们必须在湖面彻底风洞之前 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 十月下旬 寒风中的呼伦湖 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 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 辽阔的湖面 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 继续滞留 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 这一天 他们的邻居大天鹅 纷纷起飞 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 事实上迁徙 并不是每一只候鸟 都天然具备的本领 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 小油鼻天鹅 必须更加努力 第二天清晨 在父母的鼓动下 小天鹅再次起飞 他们不断地盘旋着 越飞越高 越来越自信 终于朝着南方 踏上了 飞往长江流域越东的 漫长旅程 入冬后 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 还会进一步推动 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 直抵大兴安岭 每到这时 森林中的气温 就会速降到零下二十度 甚至更低 满天的大雪 似乎把所有的一切 都给困住了 不过 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 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 这是一只年轻的紫雕 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 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 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 紫雕 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主 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 进行捕猎 不过 到了时务短缺的冬季 也不得不白天出动 这一天 它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 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 它的绝大部分猎物 要么已迁徙离开 要么就是藏起来 冬眠了 留下过冬的山雀 就成了它最难得的选择 可惜它的动作太大 山雀被吓跑了 不久之后 雪过天晴 紫雕再次出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 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雨雪的世界 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 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 中俄之间的戒河黑龙江 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 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 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 低至零下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 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 由此形成的雪花 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 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清雪 风雪过后 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 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驻居民 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清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 行程长约30公里的奥米卡型大湾 视为龙江第一湾 在乌苏里浅滩 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家 这里的冬季已接近他们的生存极限 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 就有可能冻饿而死 同样安家于此的 并不是只有袍子 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 东北野猪 成年野猪身长近两米 体重可达三百千克 它们皮糙肉厚 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 令人闻之色变 不过一旦入冬 致命的低温 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 为保护自己的孩子 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血 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 在这里 它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 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 一月 大兴安岭西侧 呼伦湖已完全冻结 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硬力 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 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 或迎风处理 有如灾后的废墟 触目惊心 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两米 白色的心血 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 堆积出神奇的图形 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 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 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 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 每到这时 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 就正式拉开帷幕 一块白雪环绕的尖冰 光滑如镜 犹如宝石 不远处 一个圆形的冰盖 却反而铺满了白雪 一黑一白 恰如阴阳之两极 心心相印 在湖面的另一头 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 竟在急速冻结时 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 规模之大 分布之广 堪称奇观 此刻 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巡落 必须不断地进食 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 他们最钟爱的石蕊 已被冰雪掩埋 每吃到一口 都格外珍贵 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 冰雪之下的他们 只是暂停生长 口感和营养 依旧尚可 巡落的主人 通常都要等到开春 才会返回 不过离开时 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 撒好食盐 每隔一段时间 鹿群就会凭着记忆 找到这里 刨开坚硬的冰雪 挺是主人留下的厚礼 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 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 临海雪原中 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路 它们的身材 要比巡路高得多 其中的成年公路 即便在冬季 也保有漂亮的路角 事实上 鹿科动物 或许就是最能适应 极寒的动物类群 1969年 大兴安岭北端的墨河 曾创下 零下52.3度的 中国极低温记录 2001年2月 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 记录到连续13天的 零下40度极寒 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 汉马保护区 极端低温 曾低至零下49.6摄氏度 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 鹿鹿 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底 它们尖高超过两米 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 仅有一百只左右 它们的存在 几乎把鹿科动物的 耐寒极限 推到了极致 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 偶尔也会有惊喜 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 在大兴安岭西坡 即便遭遇零下30度的低温 这条流淌的小河 也不会风动 热气环绕 终成艺术 四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 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 启动了它们最隆重的演出 这是熊鸡寻找伴侣的歌声 很快 不远处的树梢伤 来了一只添乱 两只熊鸡 拉开架势 叫起进来 把握好节奏和音量 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 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 却与耐力相关 果然对手认输了 长达八个月的寒冬 真的就要结束了 小紫雕看上去非常健康 严酷的寒冬 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 紫雕通常都是独居者 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集 这是一只熊性紫雕 小紫雕已经收拾好了 自己的新屋 接下来 就看是否有缘了 这或许是临海中 最动人的一刻 多年前 它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 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 它们的种群术已得到恢复 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 就有可能与它们不期而遇 四月下旬 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 在山脉的北部 巡路也变得活跃起来 不过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五月上旬 才会化动开疆 更有关的 其中文字片 还要有其他人 咱们乱去 在山脉之上 大兴安岸 而变得更好 越来越来越来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来越多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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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 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 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 名叫南加巴瓦 事实上 由于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 直到1994年之后 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 雪山脚下的雅鲁藏部大峡谷 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 更神奇的是 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 竟成了许多厚鸟的重要月东地 成群的班头雁刚刚落脚 更多的黑锦鹤便相拥而来 地球上有15种鹤 黑锦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 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 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 位于雅鲁藏部大峡谷入口处的月东地 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 冬季相对温暖 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 由此向东眺望 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加巴瓦峰 而且就在南加巴瓦峰的西北面 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 还有一座极高峰 加拉百垒 长矛形的南加巴瓦峰 海拔7782米 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 马鞍形的加拉百垒 海拔7294米 是年轻唐古拉山脉东端的最高峰 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剧烈碰撞 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 碗块接缝处处 亚鲁藏部大峡谷 应运而生 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 已奔流了一千五百多千米的亚鲁藏部江 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 向北 向东 再向南 拐出一道大湾 一路俯冲 终于在板块接缝处 冲撞出一道 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 江面海拔从约三千米 骤向至八百米 最终冲出高原 注入孟加拉湾 其规模之大 举世罕见 在陡峭的峡谷之上 雪峰林立 雪陷处 一座座冰湖 常年白雪哀哀 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 就在这里被凝固 被治疗 由此往下 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 一日之内 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 从鸡雪冰川到高寒荒漠 再到真夜林 直至热带季雨林 整整九个垂直自然带 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 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两千多米处 他们是欧亚大陆上 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 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 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 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 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 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一百多千米 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 这是迄今为止 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 高清影像 在这里 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 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 急速奔流的雅鲁藏谷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 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三十米宽的缝隙 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 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 事实上在峡谷深处 下切的江面 与南加巴瓦峰的垂直距离 已超过六千米 深邃的河谷 极端的地形 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 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 西藏延西 露出了小脑袋 一只 两只 三只 作为变温动物 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 就得依靠阳光来冲囊 但是 阳光不会停留 追逐开始了 必须往上 再往上 来到高处的岩壁 西藏延西 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 沿着雅江继续往下 当江面海拔降至近两千米 峡谷中的一切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 带来大量的湿与热 西藏地区 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植物和真菌 都生长在此 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甲谷中的每一寸土地 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 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 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 身居解除 异常警惕 直到2015年 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 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 它们个头不大 花白的毛发 从耳后绕过面颊 延伸到脖梗的下方 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 白甲弥猴 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 以至于直到今天 它们确切的种群术和分布区 依旧成迷 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 无奇不有 但是只有身在其中 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 为此白甲弥猴甚至演化出了 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 坚韧个性 进入五月 降雨日渐频繁 峡谷两侧的高山草垫 迎来了短暂的花季 在这里 兽粉漆和羽迹重叠 生长于此的植物 各有应对 塔黄真爱自己的花粉 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包片 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 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 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 声势愈发强大 入夏以后 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 事实上 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 企拉鹏旗 仅五百千米 年均降雨量超过两千三百三十毫米 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 连连飞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 长腿猪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猪网 广吃蜡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 纯白色的若虫姿态 在丛林里太惹眼了 马黄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 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鳄片可以割破皮肤 让它们吸取营养 抢占生机 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 每当夜幕降临 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的夜长模式 一只马黄出发了 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 它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 是一只双斑鼠蛙 久居于此的它们 也得提防马黄的侵扰 恒文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 娇小的身材仅有五到六厘米长 这个季节 它们还有更重要的事 需要操心 这是恒文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 每一只树蛙都宁心俱神 等待行动的时机 它们的目的地 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 一只强壮的瓷蛙 已背着娇小的熊蛙 杰足先登 它还得继续努力 向上攀拔 它们神秘的心房 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 更多的艾鲤也把目标举到了这里 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熊蛙纷纷赶来 伺机而动 新人们不会退缩 想要几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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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大峡谷与试隔绝的复杂生计 白家迷猴的个体间 关系尤为紧密 又有所养 老有所依 群体内 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 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 一世独立 隐秘低调 几成传说 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 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 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 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 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 不过 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 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 定列于两侧的极高山 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 即便已经进入五月 高距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 气温却只有八度左右 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扬的大雪 此时 雅鲁藏不将江畔 小黑警客已经换上冲装 大雪过后 气温逐渐升高 春天终于到来了 结束了 此时有点多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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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 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 与岩石完美融合 在拥挤的岩石风林中 植物则见缝插针 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二十多米高的大树 入秋后被传播自己的种子 这棵高大的黄莲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向动物们发出邀请 洪腐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 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风呢 绕道而行 显然效率太低 于是它直接从刀尖上蹚过去 它手脚并用 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风 它走走停停 姿势虽然有些怪异 效率却极佳 很快 其他的棕鼠也赶到了 黄莲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桥木 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 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 不久之后 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 与黄莲木达成双赢 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 在广西东北部 可荣幸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旗帜 茫茫云海之下 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 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荣石 巨厚的石灰岩 已幻化成黎江两岸 兴罗齐步的封丛和封林 公元前214年 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 凿通临渠 连通了长江与珠江 唐代诗人韩瑜更写下 水作青罗带 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 今天 他依旧被中国人 视为失忆棄居的家园 桂林向南仅四百多千米的广西重作 另外一种生命 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 独享着高处的风光 聚集在石峰之巅的 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夜猴 他们是唯一终生以石山为家的夜猴 这个有二十五位成员的猴群 仅仅需要三座这样的山峰 就已完全知足 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 猴宝宝刚出生时 一身金黄色 而他三个月大的哥哥 毛发已经开始变黑 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 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 但是过度顽皮 必然闯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 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 这是一小片安树林 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 不过仔细观察 他们却另有来意 撕扯 啃咬 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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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他们是在品尝安树的树皮 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 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 它们究竟因何而为 又意味着什么 仍有待解答 直到天色渐暗 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 它们的家非常隐蔽 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 而且它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 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 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 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 这里距地面超过五十米高 一旦失手 非死即伤 南关的背后 就是它们的家 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 所有的谨慎和冒险 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 占全球已知总数的三分之二 广西乐业天坑群 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二十八个大小不一的天坑 就分布在二十平方千米的范围内 其中最深的一个 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 直入地下六百一十三里 巨大的天坑之下 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 都被植物占据了 茂盛而多样 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 在乐业 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 只有临近中午时分 阳光才会偶尔带到机会 穿过狭小的洞口 照进这个黑暗的副空间 等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 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 光束一点点弥散 一点点移动 当它垂直于洞口时 便如同瀑布般 倾泻进黑暗的坑底 飘渺的雾气 萦绕在天坑内 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 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 不久 并从崖壁上悄然消失 当阳光退出 夜幕降临 我们才有机会看到 地下森林的另一面 幼欢 是这里发现的 个头最大的哺乳洞 它嗅觉极其灵敏 能在堆叠的落叶下 找到各种美食 它嗅觉极其灵敏 能在堆叠的落叶下 找到各种美食 能在堆叠的落叶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 所以即便实力悬殊 他们也会放手一搏 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 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 或许 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 贵州北部的大楼山脉中 融石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卡斯特地貌 没人能想到 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 一条1300米长 20米宽 15米高的巨大洞道 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 红色的洞体 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 早在一百多年前 当地居民为了采练芒霄 就已深入洞内 今天 随着探索的深入 人们发现双河洞 是一个水洞与汗洞并存分层 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 东景 地下河的水量明显紧弱 大多数水下生物 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 这是中国特有物种 红点齿蝉的幼体 它是双河洞内 为数不多的两栖洞 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 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 就能长成十厘米长的巨型蝌蚪 比普通蝌蚪大十倍的体型 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 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 人们发现 双河洞有多达二百八十个洞口 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 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 便藏身其中 一种奇特的晶体 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 它从裂隙中一出蓝色泡沫 占领了整个洞壁 天青石 是一种硫酸盐矿物 是流动的地下水 在富含石膏的白云盐中 发生溶石后 沉淀形成的 这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 洞穴还在继续延伸 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 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 晶莹剔透的金醋 雪花凝聚的冰霜 棉絮般晶莹的纤维 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 连空气都是静止的 但角落里 奇妙的化学反应 却从未停止 石膏晶体不断生长 变幻 最终开拓出一处 近三万平方米的 梦幻世界 卷曲石 是石膏金花洞中 更为奇特的发现 这种种乳石 就像摆脱了 地心引力的束缚 肆意生长 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 很可能是因为 毛细水 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 沉积的结果 截止到2020年10月 人们已经探明 双核洞系统 总长度达283.284千米 世界排名第四 亚洲第一 世界排名第四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 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一百七十多千米 三江并流 峡谷深切 山水隔绝 堪称世界地理的矿石奇观 诺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 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 垂直高差超过四千米 人际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 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 它们毛色灰黑 行踪飘忽 直到二零一零年 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 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 怒江金丝猴 此前 全球仅发现四种金丝猴 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五种 种群数量 估计仅有四百余只 这片密林 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 茂密的长绿阔叶里 您看似物产丰富 但要填饱肚子 却需要主动出击 仔细真理 据说 它们能在这片丛林中 甄选出九十多种 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 而且 它们可能是世界上 最有口福的金丝猴 甚至花朵 都会出现在它们的食谱中 高丽贡山巨大的山体 留住了难来的印度洋暖流 基土成山 风雨兴烟 早在两千多年前 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 在这里 陡峭的山市 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台声 让天气瞬息万变 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 带来更多的挑战 实际上 实际上在山江并流区 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 暖江因江水深黑 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 《与贡》中 曾被称为黑水河 在它的东岸 沿着山崎继续向北 云雾深处的山脉中 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 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 梅里雪山 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 高大的山体 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 几乎一年四季 都不见雪山 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古老的冰川 俊拔的雪山 变幻的云海 共同成就了 这座极致的高山 从梅里雪山的西坡 看上去 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 冷峻 而又雌香 令人称奇 更为神奇的是 雪峰之下的金丝猴 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 演化成了不同的种 它们是世界上七夕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 颠金丝猴 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 颠金丝猴生活的真叶阔叶混焦林 相对单调 入秋以后 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 颠金丝猴要从海拔四千多米的真叶林 向下迁徙到海拔两千多米的真叶阔叶混焦林 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 不过树梢间的跳跃 有时也会充满风险 身高体壮的大公猴 就在这儿停了下 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 它左右思量 谨慎评估 家人都为它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 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 此后 它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 度过两年间隙生活 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 好奇心驱使它四处查看 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 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 毕竟只有不断地实践 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 为此 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 幼猴也得努力克服 事实上 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 除了三江病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 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钱金丝猴 一共四种 一百六十万年前 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 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 在三江病流区 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 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 这里是杜鹃花鼠的起源中心 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 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计 让它们分化出了二百多种不同的杜鹃花 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 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 在白马雪山的西坡 第四季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幽形谷 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 犹如平行的世界 每逢初夏 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 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 在这里 两江夹驰的山脉 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 让身躯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 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 在幽形谷下端 为应对高海拔山区的寒风 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 免于强烈的争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但折换 后 一位 并且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百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 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 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 继续向西, 暮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 海拔三千四百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淇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攻击着水源。 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 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 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 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溪网络。 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陵牛。 这种陵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陵牛。 因为陵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 虽然它们被叫做灵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 在高耸的山谷,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陵牛带来巨大挑战。 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刺头高黎贡陵牛要冒险渡江。 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候,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 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 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 一头灵牛,奋力跳进江水中。 在第一头灵牛的带领下,其他灵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 灵牛群团聚了。 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 但是强壮的高黎贡陵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 顺着江水逆流而上。 蓝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 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 植被稀少,恍如沙漠。 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杀石裸露的世界。 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 尾翠龙溪,全球仅存于蓝沧江上游,海拔三千米以下河谷中。 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 他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 数量极其稀少。 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 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 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 在这里居住的一种特殊的炎氧。 他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炎氧。 与青藏高原同类的炎氧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炎氧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炎氧的一半。 即使到了六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 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炎氧母女正沿着炎壁,艰难觅食。 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炎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 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 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 矮炎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仙人掌富含水分的净液和果实,可以为矮炎羊提供能量。 也许,在食物匮乏的甘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炎羊得以幸存至今。 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 在石谷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 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 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 每到初夏时间,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物。 他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 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 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前海。 长白山脉的延长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 在渤海海峡上,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道链。 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 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 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十八米, 东侧的黄海却达到九十米。 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 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拨痕。 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 甚至库叶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 都会南迁寻找越东地。 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 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 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延喀拉山北路的黄河。 如今,在山东东营, 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 已造就出面积五千四百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 奔腾了五千四百六十四千米的黄河, 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 只有来到这里, 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自意互动的魅力。 进入十一月, 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 就会陆续抵达。 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 每到这时, 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 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 它们只在迁徙和跃动时, 才会集成大群。 古老的黄河, 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 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 对更多的候鸟来说, 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修整。 丹顶鹤就对沟壳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 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 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壳。 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溪树。 事实上, 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还肩负着与海、 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 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 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 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 不久之后, 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 这是班海报。 每年十二月, 它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 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 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 去往蝉载地的信号。 一月中旬, 辽河入海口的细温已降到了零下15摄氏度。 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 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风动。 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趟。 一盏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 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 选拥在这里渡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 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师机。 它们是超级劣势者。 强壮锋利的爪子, 尖锐弯曲的鸟汇, 就是它们捕捉猎物的利器。 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 但在冰封的冬季, 食物严重匮乏。 只要一点点血腥, 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 而获胜的关键, 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 海面的浮兵迅速扩展。 黄渤海, 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滨的海域。 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 兵期最长。 在这里, 浮兵的外源线甚至能扩展到八十海里。 就在坚实的冰面上, 一只小海豹, 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 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 胎毛还湿着。 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 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 小海豹又湿又饿, 它想去找妈妈, 却搞错方向。 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 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 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 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 但是, 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 公海豹只好兴兴离去。 班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 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奇族类哺乳洞。 大都只在每年冬天, 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 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 在这里, 他们可以放心地缠载休息。 三月, 寒潮过后, 海面开始解冻。 越冬的大天鹅 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 渤海北岸的贪图 也迎来了海兵解体消融的一刻。 不久, 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兵都消失了。 班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牌, 朝着岸边飘去。 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 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 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 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 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 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 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 直到五月, 他们才会离开辽东湾, 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 此刻, 在南半球跃动的大量候鸟, 已沿着东亚、 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 向北回归。 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 横域类大迁徙。 2007年, 一只班尾成域, 曾创造持续8.5天, 飞行11587千米的 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记录。 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 是他们长途飞行中 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 每到这时, 有损也会尾随而至。 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横域群, 有损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 横域群秘而不乱, 变换莫测。 不过, 这一次, 有损成功了。 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 是典型的河口, 滨海湿地。 翻尾城域群有着细长的蕙, 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 他们最擅长的, 是用又长又直的蕙, 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 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 个头更小, 嘴巴更短的鱼鸟, 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 搜寻最细小的美味。 这只黑腹冰玉, 似乎遇到了麻烦。 她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 为摆脱困境, 她不得不转移阵地, 反复尝试。 一次小小的疏忽, 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两小时的噩梦般的欲棒相争。 初一十五长大潮。 每当大潮来临, 在海潮的驱赶下, 玉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 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 这只独腿的斑尾城域, 就在努力保持平衡。 难以想象, 它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 一直坚持到了这里。 潮水涨得越来越快, 贪图已完全没入了海里。 早餐结束了。 受困的黑腹兵域不得不赶紧起飞, 加入同伴的队伍。 短短几分钟, 数以万几个候鸟, 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 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 不久之后, 它们将继续向北, 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 这时, 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许多仓路和白路都在芦苇中 筑巢搭窝, 繁育幼鸟。 东方白贯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近年来, 仅仅在这里, 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 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 又一个新奇迹。 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 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 在此繁殖的黑嘴鸟, 总数已达一万多只。 每到初夏, 黄河海的海蛇便会抓紧食鸡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 昼纹盘暴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 用发达的足迫紧紧吸附在礁石上。 在这里, 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 事实上, 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 黄渤海的海底, 是中国大陆价的自然延伸, 而黄河、辽河、鸦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 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 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联通, 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 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 在渤海海峡, 高高矗立的岛屿, 其实是亿万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 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 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 五月是黑尾欧共筑爱巢的时刻。 这是黑尾欧最关键的繁殖期。 时间紧迫, 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 一时间洛阳纸柜, 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 保持低调, 再加上足够的耐心。 这对黑尾欧终于达成所愿。 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 在黑尾欧聚集的悬崖下, 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 一种稀有的鹿鸟, 黄嘴白鹿, 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 黄嘴白鹿全球仅有不足两千只, 数量非常少。 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 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 不久, 黑尾欧宝宝宝出生了。 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欧, 看上去非常健康。 最重要的, 它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 生怕它们被饿着。 初夏, 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 不久, 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图, 火红的炎帝简棚也迅速扩展开来。 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 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棲居地。 我们家人都拿来 Beruf颠草。 从 assumptions,